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下午五点到六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佳寇蒋伟文 今天是2022年4月23号 今天是一个Saturday 也是个礼拜六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前一阵子去电影院看了一个恐怖片 真的没有想到会去看恐怖片 如果你有在听蒋公厨房八年来 我从来没有讲过 我去看恐怖片的事情 In fact 我是一个不喜欢看恐怖片的人 但是因为受邀 而且又是好朋友 邀请我们去看 就想说去一下 因为蒋夫人特别喜欢看恐怖片 也陪蒋夫人去看 很久没有 因为天气也开始慢慢变热了 很久没有在电影院里面 冷嗖嗖的感觉了 那就是去看了一部 Selena的头七七七 这部电影 其实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话 这算是Selena任嘉宣 算是第一次挑战主演恐怖片 恐怖惊悚片 听了明天头七就知道了 里面实力派演员 像陈以文 还有其实纳豆也是很会演 还有高宇珍 都很棒 都真的是很会演 然后 其实蛮让我surprise的 因为Selena 我们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是 因为她后来有走综艺 一开始当时SHE 这么红 全亚洲最红的女子团体 然后后来又到 有一阵子她一直在组综艺节目 我们常常上她综艺节目 也是抱着好奇心去看她主演的恐怖片 所以也是蛮特别 而且我跟蒋夫人也很久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上一次电影院看电影 好像是看007 有一阵子了 因为疫情关系 总总什么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小约会 那是去台北市的华纳威秀那边 那也好不容易就想说 去华纳威秀那边 去看电影之前买一些什么吃的 那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不喜欢在外面吃 所以我们就买一些到车上吃好 我们把车停好了 然后打算去华纳威秀看 那附近有很多 他那边规划了很多这种 等于说在餐车 他买了一系列同一款的餐车 然后让很多这种外卖业者 就不算外卖业者 就说餐车业者 在那边卖一些特殊 都通知比较炸的 汉堡类 洋食的东西这样子 其实是蛮多种的 所以像我自己就点那天 跟蒋夫人点了 我记得那个什么 爱尔兰薯条 然后还有日式的这种 唐洋炸鸡 另外一家推车 那个餐车的 然后还有另外餐车 有手摇引 也都买一买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们去看 头期是Selina 他包了场 然后让好朋友去看这样 所以我们已经占到了这种免费的电影票的甜头 所以想说竟然来电影院就花点钱买吃的 没想到去电影院买吃的真的是跟黄金一样贵 买两个薯条300多块 然后再买手摇引 然后就买唐洋炸鸡也是两三百块这样子 然后最后压倒这个到这个 那个陀螺的到陀螺 骆驼啊 压死骆驼到最后一根稻草事 我们全部吃完以后要进电影院的时候 因为蒋夫人他的习惯是想要吃那个甜爆米花 所以我后来想说 虽然说我们都吃蛮饱 可是要遵循这种传统 还是买个爆米花看电影好了 两个爆米花 一杯饮料 三百八 这个价钱真是 看了一场免费电影的 花了我们两个一千五 快一千五左右 当然也是刺激台湾消费 而且头七六电影 其实让我觉得 比我想象的好看很多 而且没有到那种 让我恐怖到 让我吓到会做噩梦那样子 反而是有点像去一个主题乐园的感觉 所以有点像去鬼屋 吓都会被吓到 而且里面设计的桥段都还蛮精彩的 但是不会像我以前讨厌 我很讨厌看日式的鬼片 就是他总是营造那种 那个氛围 有时候 鬼不可怕 人才更可怕 就是说 他那个氛围所营造出来 会让你回去以后 还是觉得芒谷悚然 然后其实这部头七呢 讲到说鬼不可怕 人才可怕 这也是一个爆雷的重点 大家去如果去看的话 我蛮推荐大家 在这么炎热的夏天 如果说你觉得很热 去电影要看头七的话 真的很适合大家去看 因为又很适合情侣 然后又很适合那种 就是说不想被 这我觉得算是我问蒋夫人 蒋夫人很喜欢看恐怖片 他说这算是恐怖片里面的 小辣接近中辣这样子 所以我就喜欢 你知道吃任何东西 想放点小辣 所以这个恐怖片就很适合我 因为他有一直让我被吓到 可是不是那种吓完以后回去 还会觉得好可怕 然后睡觉 我会觉得很害怕那种的 而是在看的时候 觉得很精彩 然后这个剧情呢 也蛮曲折的 那重点是在讲任嘉宣 其实是跟他父亲 绝类了多年 然后自己在养一个小孩 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家里传来的 外公过世的这个消息 他回去参加商礼 就是头有这个头七 台湾传统不是头七吗 回去做这个商礼的时候 在老家发生了一些一场悬疑的事情 然后在这里面 纳豆也是演一个很主要的角色 然后也是关键的一个剧情 完全不能跟大家爆雷 非常非常的曲折 最后你会发现原来如此 这样子然后这中间的从头到尾 我觉得一开始的一开场 演任嘉宣在超市里面 遇到的怪事就已经蛮有蛮有 那个被完全被吸进去的感觉 就是哇想看接下来怎么样 然后正好我们现在都为人父母 我觉得任嘉宣真是挑战 演一个妈妈 我觉得真的是蛮有那个感觉 感情都有出来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任嘉宣演技 我觉得大爆发还有这个里面这个陈以文 纳豆都是完全实力派 高宇珍也是很会演 头七非常推荐给大家去看一下 但是就是不要像我跟蒋夫人这样 买这么多吃的 吃的太饱了 而且蛮花钱的 好的接下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是的母亲姐你还在担忧 说担心说帮妈妈买什么东西吗 4月21号到4月27号 这是我们的活动期间 特别为大家解除这个烦恼 你只要买广生堂龙牙燕展冰糖燕窝 就是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了 是的一生一定要吃到一次的好燕窝 对不对 广生堂的皇后燕展冰糖燕窝 这个优惠4月21号到4月27号 就在我们的毫无事急的官网 上我们的官网去就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跟广生堂一起连迈 这个非常棒的母亲姐的好礼了 好的 告诉你这个好消息以后呢 我们来听这个大卡司 阿令的聊聊天 听完这首歌马上回到讲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We're back 我们回来了 第二段第一个单元 讲公来说菜 现在想起来这个所有蔬菜呢 我看我可能最喜欢吃就是豆芽菜 因为常吃 因为豆芽菜炒起来到最后 如果是绿豆芽的话就蛮像面条的 那豆芽菜有分的很细的 又很粗的 那绝不绝大部分很细的绿豆芽呢 都是家里自己栽种 就是有一阵子我岳母发现 我很爱吃豆芽菜 就在家里自己种这个绿豆芽 然后呢 种出来就比较细一点点 那如果是外面买都比较肥一点 那吃起来口感不太一样 那最近呢 我又爱吃这个黄豆芽 绿豆芽吃了大概一两年了 有点无聊了 我发现黄豆芽也很好吃 因为曾经这种爱吃这个韩式的炖菜 那你知道韩式炖菜都是大酱汤 不然是辣的这种韩式辣酱 然后最后如果你煮一点黄豆芽进去的话 那个整个汤的味道 又变得稍微再甘甜一点 然后还有那个黄豆芽颗粒可以咀嚼 又更有口感 然后觉得很好吃 但是每次都把这个在汤里面 加黄豆芽吃着吃着也开始觉得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后来我在网络上找到一道蛮不错料理 跟大家分享叫做小草黄豆芽 小草什么意思 我那时候也不太懂 看了以后我才发现 原来小草的意思 就大部分就是要加肉 肉要多一点点 然后最好是用有油脂的肉 先把有油脂的肉 比如说猪肉的三层肉这种切片 切薄片 可是不能像那种 我们做回锅肉 那么厚那么薄 不是那么厚那么大那么宽 不要小草 这个肉要像客家小草这样 里面的肉都是用肉丝 鱿鱼丝 都丝丝的 一丝一丝这样子 小草就是说你一汤匙 或是一勺起来 一口可以吃到很多不同东西 所以说我们就专门用这五花肉 然后把它切大概一公分宽 然后薄一点 可是要比较多 比如说大概要用到 比如说我如果炒一大盘 这个豆芽黄豆芽 小炒黄豆芽的话 那个肉会是黄豆芽一半 也就是说我可能会用到 甚至快要半斤的五花肉 然后把它切薄片 然后切大概两公分宽这样子 然后做法很简单 先把大量的黄豆芽 我主要的食材是黄豆芽 就先用一些蒜末 锅子热了以后用一些蒜末 黄豆芽洗干净 先蒜末用一些油 把这个蒜头的味道逼出来 然后蒜头香气炒到油里面去 然后就把大量黄豆芽放进去 然后翻炒一下 那黄豆芽翻炒个几秒钟以后 它当然不可能熟 然后你就要加一点点水 大概两大匙的水倒进去 上盖用水蒸汽 蒸它个一分钟 然后一分钟蒸的时间到了 再把它稍微翻炒一下 然后再蒸个大概一分钟 所以总共大概两分半的时间 前面不是快炒个大概30秒 后面蒸一分钟又蒸一分钟 大概两分半时间 就把这整个黄豆芽跟蒜头的香气 都把它蒸出来 黄豆芽也蒸得差不多快熟了 全部都拿出来放旁边 那它有余温 所以直接黄豆芽就会熟 然后去生没有那个生味 那个生味就是黄豆 有时候你没有把它炒熟了 吃起来豆芽菜本身是OK了 可是黄豆会有个生味 这样做法边炒边蒸 它那个生味就降低 几乎没有了 而且就熟了 但是保持黄豆芽的一个脆感 就放旁边备用 然后这时候同一锅再加油 然后加热了以后就把辛香料 比如说蒜末 刚刚已经有点蒜了 这是再用一些蒜末 姜末 然后还有葱末 葱白 然后进去炒 然后炒出香气来以后 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就切点辣椒进去 红辣椒 这时候也放进去 让辣味在油里面 然后就把切好的五花肉片 通通丢进去 然后用很香的油 去把五花肉 不是去快炒 先煎它 先把五花肉 油也把它煎出来 因为你切很薄片 然后又是很小 所以很快的五花肉 你不要快速的炒动它 你这样一面先上色 就有点像烧肉的感觉 然后一面上色 就开始快炒它 这时候锅子里面都是蒜头 姜 葱 然后辣椒香气 然后就加上五花肉 五花肉的猪油也跑出来了 当然如果说你火候控制不是那么好的话 因为这个稍微要转中小火 慢慢去煎它 你也可以先下油 然后只要先下姜就好 然后把五花肉先把它煎出油来 最后再放蒜头 还有葱白 然后辣椒 这些比较容易焦的东西可以后面再放 它反正炒一炒香气就出来了 反正五花肉都油也出来了 香气所有新下肉都出来了 五花肉也都上色了 这时候再把你的刚刚已经又炒 又蒸熟的黄豆芽 大量黄豆芽就把它放进来 锅子里面都是很香的猪油味 加上了辛香料的香气 蒜辣椒姜葱 这些味道都出来了 然后再把刚刚已经炒香 蒸香的黄豆芽放进来 在这里面加酱料 要不然就加点盐 要不然加点酱油 就给它底味 然后开始炒它 就这么简单 就这样把它炒香了 这就是小炒黄豆芽 这样就可以起锅 最后你可以来一点点乌醋 带一点点酸味 或者也不要 第一次你可以炒酱油跟盐的味道 然后你吃的差不多以后 你就可以加 比如说味道重一点 来点豆瓣酱 或下次来炒一点咖喱粉的 做法都差不多 但是可以吃出不同口味的 小炒黄豆芽 都是用 我都是用五花肉带油脂的 其实下次我也可以试试看 用另外带油脂的 比如说鸡腿肉 鸡肉的鸡腿肉 带了油脂 这样去炒它 应该也很不错 在家里可以自己试试看 吃这个小炒黄豆芽 其实这个味道蛮够健养的 配点 甚至还可以下点酒 我吃这几次以后 我觉得蛮不错的 大家试试看 稍微休息一下 再马上回到我们的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要套一句 我们瑞瑶姐超级美食家常 讲的一句话 吃美食也要长知识 今天蒋公就抱持着 来长知识的一种心态 来录制今天的本集了 因为大家可能跟我一样 都蛮喜欢喝杏仁茶 我喜欢喝杏仁茶的原因 就是我喜欢去大卖场 买一杯杏仁茶来喝 因为大卖场的杏仁茶 每次经过都觉得好香 然后香味都诱惑 去喝喝了一杯 可是我都没有真的去了解 到了杏仁茶 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然后喝它的 因为我们家蒋夫人 很不喜欢杏仁茶的味道 所以我们家就分这两派 不知道你是喜欢杏仁茶 那个香气 还是你会觉得说 那个香气让你觉得太香了 你不太敢尝试 今天我们请到了杏仁茶的权威 杏仁的权威 就是我们的林银杏董事长 来介绍他的同名品牌 林银杏 通常就只有歌手 才会有同名的专辑 但是我们董事长自己也有 林银杏董事长 同名的品牌林银杏 哈喽你好董事长 所有的中广的听众 大家好 主持人大家好 我是林银杏 很高兴来到我们讲 公厨房的这个节目 来跟大家分享杏仁 真的林银杏是不是卖银杏 是卖杏仁 那杏仁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题材 我也有卖银杏 你有卖银杏 那为什么你名字这么恰好 你是生出来就已经决定说 你要卖银杏跟杏仁了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开始讲我家的故事 从这开始 我爷爷也是中医师 在八十几年前 我爷爷就在市场里面开的中药铺 他是其实蛮有名的 不孕专家的一个中医师 那为什么我们家到最后会卖杏仁 跟银杏这两个产品 那因为我爷爷常常 就是只要他发心来 看到人家可怜 抓药都不收钱的 所以我妈妈都觉得说 如果再降下去 我们的中药铺一定会倒 要收了 要收起来 然后之后就是因为我们也 我爷爷 大家你知道吗 就常常会感冒咳嗽 以前的 就觉得说杏仁 就是对论废效果很好 这个大家就稍微带一下 大家都知道 传统的观念就是这样 中医师也是这样觉得 然后觉得说 要买这个东西要去中药铺 那现磨的最好 那我们也因为这样 我爷爷用的食材 就是一定是真材实料的 所以我们也卖银杏 我们也卖银杏粉跟杏仁粉 然后慢慢卖出口碑 其实我妈没有认识 我妈不认识 字哦 一个字都不认得 然后他嫁到邻家以后 就没有人要跟着我爷爷 因为你知道我四个 我爸爸跟我三个伯伯 我爸是最小的 他三个伯伯都是船长 我是屏东 先介绍一下 我是屏东邻边人 邻边都靠海 东大 屏东邻边人有在听吗 对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你知道靠海 抓黑银鱼 什么是什么 黑银鱼 还有什么 什么 那个 乌鱼籽 乌鱼籽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的生活 还算还算可以啦 那没有人要跟着我爷爷 从中医师 因为有黑银鱼 就乌鱼籽就好了 对 然后只有 就大家都不想要跟着我爷爷 所以就只有 我妈妈嫁到邻家以后 就跟着我爷爷爷在中药部帮忙 当然我也就是诞生在 那个中药部 是哦 他从小时候被我爷爷带着 然后我爷爷有21个孙子 那你刚刚问我说为什么名字叫林林姓 你刚说21个孙子 我爷爷有21个孙子 然后很多人就问我为什么我命名我的名字是这样 可能因为从小 从我妈妈怀孕的时候 就是一直跟他相处 这也有关系 那另外一部分是我爷爷是一斤很厉害 他每一个孙子出来一定排八字 哦 好 然后所以这个部分 如果回头去想 哎 我的名字林林姓 其实我爷爷 其实是有点 想要我传承 我认为 因为如果再回头看 好像 好像我 只有 只有我可以把信任做到这样 因为 我是摩羯座跟鼠龙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跟这个有关系 哇 这个真的是有关系 然后我从小做事 我就是很专注然后很听话 所以我爷爷从小也就带着我在中药铺 然后也跟他学了也怎么抓药啊 什么跟我妈妈 那我妈妈那个时候摩姓 我妈妈是一个很有生育头脑的人 他认为我爷爷降下去不行 所以那个时候就卖了信任 卖的口碑好之后 就请了很多那个欧巴桑 有没有 在我们家的那个中药部后面摩姓人 然后摩姓人开始就 不只是零售 还批发 嗯 卖到口碑 所以我们以前的 卖到口碑传出来 就是我们有一个品 我们以前我爷爷的品牌叫上针 上针上针 嗯 你如果要买现人就要去鱼医间 鱼医间中药 中药铺磨的性能是最最真实的 上针上针 然后就这样口碑传出来 一传十十传百 对那到我妈妈 其实他全省有三十几部车在跑 嗯 你看你就可以知道那个龙井 哦 在菜市场全省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 我也常常在传统市场看到大家在卖杏仁 对那现磨的那种 现磨的 味道很香 这样磨出来那个味道这样 对到有一天就是我啊全省都有 我弟弟是负责台北 那有一天就是拿回了一张名片 就是松金超市 就是我们的名 我们的销售员拿回了一张名片 说这个松金超市的店长要叫你去 去去摆摊 嗯 我现在讲的会不会有太宽了 然后从此我们就进入百货公司 然后进入所有的松金超市 他都给我们摆摊 然后从此以后我接触了 什么叫品牌 我跟着很多 因为你知道我们我进了中校收购 他开了我进入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 嗯 我没有出来到高岛屋 星光三月以此以此类推 所以我也跟着那些日本的品牌 国际品牌学习做品牌 嗯 而且我觉得啊 虽然我们是传统的信任 可是我们没有品牌 你就没有未来 你就很难很难就是坚持你的理念 比如说你要用好的原物料 那讲到这个有讲的比较跳得比较快 是为什么到最后我弃作农场 在美国加州到西班牙 是因为之后结婚以后跟我夫婿移民到美国 然后接触了原来全世界在美国这个地方有种植杏仁这么多 然后有另外一个东西也叫杏仁 然后他是阿蒙 这是阿蒙 那一般我们爷爷那个时候做的叫阿皮卡 就是杏科的 它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植物 那大家都说杏仁 本草钢木讲杏仁有小毒 它有青筋酸 其实不宜多吃 那所以慢慢的我也越卖生意越好 我心里越沉重 因为他有效度 对人家问你说 我到底要一天吃多少 那你在问的时候你就想说 小孩子也在喝 那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心里越沉重 是不是我们慢慢去把它改成一般的杏仁阿蒙 因为阿蒙在欧美很多 都是当一般灵嘴跟杏仁奶 对就是植物奶 就是我们常吃坚果类的阿蒙 就是杏仁果这种吃灵嘴的 对那他没有这个疑虑 可是他还是有 他还是有那个叫做土杏仁肝 他对润肺效果也是有的 但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喝到的这种杏仁 比如说我们今天喝到杏仁奶好了 这个是阿蒙 就是杏仁的 杏仁奶 还是这是那种中药行买到的白白的杏仁 你说一般的杏仁粉吗 杏仁粉 因为不是我做了我不清楚 可是我觉得应该以南北杏还多 南北杏比较多一点 就是阿比卡比较多 杏仁奶的部分 现在目前只有那个 Costco有一款叫Blue Diamond的 可是你们可以喝喝看 应该它不好喝 因为它是欧美 适合欧美的口味 口味 里面加了很多添加物 可是我的理念 就是灵影性的品牌 一定不能加任何 不是上帝创造的东西 人工的东西我都不会做 这完全天然的 完全天然 因为我为什么做品牌 是因为我越做 我自己的小孩子 是不耐乳糖症 完全没有办法喝奶 其实这个奖可能要 你给我三个小时 我讲过完 这个也对 因为我常常访问一些料理的作家 比如说他有时候 可以替换这个鲜奶 把用杏仁奶来代替 甚至现在我在超市 有看到在卖杏仁奶 你们自己有在卖杏仁奶 对不对 那今天其实请到这个 零银杏来聊 同名零银杏 这一开始就很快速让大家了解 其实这个零银杏 这个现在都到国外去知名的品牌 一开始从小小的一个中药铺开始 再来是用车子来卖 然后在传统市场 大传统市场小传统市场去卖 这样子 后来又进了超市 然后就进了精品的这种败货 现在就由零银杏董事长 把他这个零银杏董咪把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名字 越做越起劲 做到这个发扬光大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不见得说 当然学习怎么去操作品牌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你就算会操作 那品牌本身的东西 本质要好 内涵 内涵要最好 像我们看那个 我之前很喜欢看一个韩剧 叫做那个离太院 他就讲到说 这个一个东西的本质最重要 他基本的面没有顾好 其他都是花旋绣腿 所以说能够把品牌做得这么好 我觉得今天零银杏董事长来这边 甚好 我自己也蛮喜欢杏仁的 但是待会广告回来跟大家讲一下 零银杏董事长刚刚一进来 就问我说 喜不喜欢喝杏仁 杏仁茶 我说喜欢 那你都去哪里喝 我说我到大卖场 他马上就叹一口气 他说原来你是喜欢香精派 到底什么意思呢 难道你在大卖场喝的都是香精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待会来告诉你 原来真的是这样子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王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来认识杏仁 那谁来教我呢 就是银杏 银杏董事长 他的品牌就叫同名银银杏 刚刚在广告时候 我喝了一口这个银杏的杏仁茶 我喝了以后发现 这怎么跟我喝的杏仁茶都完全不一样呢 然后银杏董事长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喜欢在大卖场喝杏仁茶呢 我说那个香味诱导我去买一杯来喝 而且我几乎都这样 只要去大卖场或去传统市场 闻到那个杏仁香气 我就去买一杯 那刚刚董事长就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罐子 说那你闻闻看 是不是这个味道 我一闻 对 就是这个杏仁的香气 然后董事长说你把这个罐头 你把这个罐子翻过来看一下 我一看 它上面写的香精 对它是杏仁香精 所以真正 因为我后来喝了你一杯 银杏杏的杏仁茶 它其实喝起来比较像奶的味道 对杏仁奶吗 没有那个我熟悉的杏仁香味 所以杏仁到底有没有这个香味 所以我说在台湾的市场 我在国外在大陆不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他们国外不会有吃香精这个事情 可是台湾从小 全银杏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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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 就是有香精 那当然市场现磨的 有人问我说 为什么它有那个味道 我跟他说 因为东西不是我做 有可能就是你在 还没有磨自己 他就泡过香精了 这个因为东西不是我做 可是我认为原果的东西 你去吃一看原果 那当然这品种不同 因为我是美国杏仁 美国杏仁 磨起来的粉 甚至你喝它的奶任何东西 它就是要跟原果吃起来是一样的味道 那天然的味道 因为我敢讲说不是上帝的创造 不是上帝创造的天然 是我都不会添加在我灵灵性的产品里面 就是在告诉大家 人造的东西我们都不会添加 香精是一个人造的东西 所以因为我是觉得是这样 我认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新鲜的鱼是火的 你只要煮过烫过清蒸就很好吃了 你根本就不需要加那些添加物 刚刚讲说食物的天然 我为什么天然的食材新鲜 这个整个的过程 我刚刚讲到我为什么要弃作农场 搞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那我认为原物料是很重要的 你从原物料开始是把关 它如果原来的原物料是好的 它我要求它脂肪 就是好的含量脂肪酸含量高的 它抹起来就能细抹粉末 而且它吃起来会比较香浓 其实从原物料我就开始挑剔了 然后挑剔到运送的过程 不能有任何的污染 比如说我性人最怕的就是黄举毒素 那整个的我们都是零下二十几度 然后到了正空包装 我常常讲说 你不要以为我正空包装 有买过的东西都很清楚 我是正空包装 我不是一罐像奶粉一样打开 然后是粉 为什么我规矛到这个程度 就是因为客人都不是专家 那我刚刚讲的原食材一定要好 可是性人很怕就是台湾很潮湿 很怕黄举毒素 更何况我的性人里面有加松子 大家都知道松子是一个长寿果 我稍微擦一下嘴好不好 因为刚刚提到一个 一开始讲到一个器座农场 我想大家可能一下听过去了 因为器座农场是在 林营姓的器座农场 是在加州 加州跟西班牙 西班牙 那这两点可不让我们 因为我们这些学知识 器座农场为什么要到加州跟西班牙 为什么不是在我们熟悉的台湾 或者在什么地 或是大家这个器座农场 它的规格 到底我们要求的 它是好的是什么意思 我跟所有听众来分享一下 全球产性人 台湾不产性人 然后全球产性人 那个阿蒙的地方 最大占比80%以上的是加州 所以加州性人应该是加州最大的农产品的输出 你就知道它的规模有多大 了解 那第二的是西班牙 欧洲其实有少部分也有 包括伊兰 现在甚至澳洲墨尔本也有占比大概7% 我也准备去那边器座 因为它的产期不一样 一般全世界的产期大概是在9月10月 可是墨尔本它刚好相反 它开花是9月 可是它采收是2、3月 刚好可以平衡我的量 那一个品牌 比如说林茵姓 有器座农场 跟一个品牌 它没有做器座农场 差别在哪里 比较不能管控原物料 像现在全球的原物料都涨了 你有可能会短缺 尤其性人是一个期货的东西 你如果没有在很早以前去订货 你有可能会发现 当你生意好的时候 你可能原物料 第一个会有可能会短缺 第二是你原物料的品质 你没有办法掌控 当你没有办法掌控 那个原物料的品质 你如何掌控原物料做出来 因为我刚刚讲很强调一点 是我完全不添加任何人工的东西 所以我一定是从原食材去掌控它的口感 就是借用它原奶的口感 我们是低温烘焙 所以我没有加什么香精色素 所以我在原物料的控制 我就要非常的谨慎 是把控到一样的 包括它农料的使用 肥料的使用 我都是很要求的 就感觉上一个品牌要做 尤其做杏仁 因为其实杏仁产品 大家可能我只讲到杏仁茶 或者杏仁奶 可是事实上现在市面上很多杏仁产品 包括零一性自己本身产品很多 比如杏仁酱 抹酱 杏仁的这个 包括杏仁油 杏仁油 雪耳的杏仁饮 或者是直接吃的杏仁 或者是你们有做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面条或什么 都有杏仁其他的产品 有非常多种类 但当一个品牌尤其零一性 它在还没有做器重的话 跟做的器重的话 跟推出这么多产品以后 就感觉这个规模就变得大很多 那把规模做到这么大的话 不只是一个远见 或是一个野心 或是想要把东西做更好 那也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对 因为我是产销一条龙 从器作开始我就要投资资金 到我生产机器 到我要炸一个油 就是我要炸一个油 是没有任何有污染 或是任何 我一定要从德国建一台 好几百万的机器 这样我才能做到 不但从原物料掌控 到整个的生产过程 我是可以掌控它的品质 每一个投资都是一种冒险 为什么 因为虽然说你想做好的东西 有时候不见得消费者像我一样 我一直以为 有香精的东西才是杏仁茶 我一直以为大卖场那个香气 就是杏仁奶 可是我今天才知道 原来我喝的是假的 那所以说我意思是说 很多消费者 他不见得懂得什么是最好的 什么是品质好 什么是才是真的东西 那这种 难道对你来讲 不是一种冒险吗 你当时不会紧张说 你这样投资下去 人力 钱力 青春就这样下去了 会回收 消费者会买账吗 其实我当开始要把这一件 叫杏仁 做到杏仁专家 我要把产品做好 其实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第一个我们有时候专注 在做一件事 就是怎么把杏仁的产品 做到我的客人喜欢 然后呢 其实以前 第一个在松青超市 在那个收购的时候 其实我都跟我弟 带着我弟弟亲自占柜的 那我是其实说从消费者的 这个角度来看 我做出什么样的产品 他会喜欢 他会买 你懂我意思吗 那慢慢的我专注在 这个产品的研发的时候 其实我也过不了那么多 我认为 我在我的心目中认为 就是说 如果我把产品做好 然后客人 为什么我都是全省专柜 我有柜姐 就是我们的销售人员 我们直接面对消费者 给他试吃 回馈讯息给我 所以我们现在收购 还有哪里可以看到你专柜 都有星光山越收购 大圆柏 还有广山收购 什么台南高雄 全省大概都有什么关系 我们最多的时候三十几家 那因为现在疫情 十几通路 我们现在专注于在 直接就是电商那一块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 大概有十几家店 然后我们现在也 如火如荼的办下午茶 就是临行性的下午茶 比如说在 跟深度的经营 我们这三十几年客人 刚刚你提到一个问题很好 怎么样 让我知道客人对我的心血 它是什么样的感觉 对你的心血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我才能持续的走对的路 研发出他们喜欢的口味 包括我女儿第四代已经回来的 他现在研发了很多 比如说酱 我们做的 对像这个松露杏仁酱 我刚刚就看到这个 对 松露杏仁酱很特别 这是我们销入非常好 这非常非常特别 因为松露的香气 还有辣子 辣子杏仁酱 还有原味 然后你知道我们大家 那个纳木吗 我现在也杏仁是一个超级食物 是 纳木也是一个超级食物 我研发的面里面 我也不放过这个超级食物 我就是把它架在我的面里面 把它合在一起 然后我是送给客人 就是你买我的酱 我就送你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研发客人需要的一个产品 怎么样把杏仁延伸 既然我已经去中农场 我的原物料我源源不绝 我掌控好 我就是要研发出更多 从零岁到一百岁的 它可以融入生活的 尤其这一两年的疫情 我要让客人在家里就可以 利用我的杏仁奶 做出任何的汤笛火锅甜点 然后我的酱做出很多的料理 我们今天访问就是 一讲到杏仁 就活力四射的 林银杏董事长 他的品牌 投名品牌就是林银杏 做器做农场 到现在全省的全国的专柜 还有下午茶 让消费者可以立刻的反映给他 他这些心血 大家感受怎么样 然后由他的第四代回来 又创出很多有关信任的一些 很有创意的一些产品 今天我们吃美食讲知识 有关信任知识的 真的讲不完 广告回来再告诉你更多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访问是 只要聊到杏仁 就活力四射的 这个林银杏董事长 你好 今天讲的是林银杏 这个同名品牌 今天我们聊有关 那么多杏仁的事情 我自己也突然了解 原来我以前喝的 都是香精杏仁 从今天起来我要改观了 我要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东西 所以说这一集这么重要 很多人大家可能去大卖 都买那一杯 充满了香精的杏仁茶 一直以为杏仁茶 都是要这个味道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现在林银杏这个品牌 又一直推出不同的杏仁的 这种产品 从这个凉牙棒 就是有杏仁的这种 可以吃的这种 算是很有饱足感的 这种代产 还有这个包括了一些 不同的酱料 是松露杏仁的 辣子杏仁的 以杏仁为核心 研发出来 可以融入料理的 为什么不断不断开发新的产品 其实大家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国BBC 对于那个 一千多种食材 天然食材 科学家去进行 他的营养分析 这个有空大家Google一下 然后得名最高的 第一名得分最高的是杏仁 那杏仁这个东西 其实对人体是非常好 尤其他的脂肪酸 尤其糖尿病的人 其实吃他的东西 不但不会震荡血糖 还会 还会 还会有一点保护作用 那这个大家可以Google 不是我说的 那因为我越研发 我就觉得这一颗杏仁 其实对地球 探牌 或者是说 我如果能把它 跟杏仁 跟牛奶的部分 可以互相 可以多一点选择 然后坚果这种东西 对人体 本来他就是很完整的营养 为什么说 大家去看那一篇 因为那个是科学家 针对一千多种 熟细做营养分子 他得分第一名 可见这个产品 真的 这颗杏仁 对人体的帮助很大 那我相信 如果我把它做成 很多融入生活的料理 做一个 搞像一个新饮食概念 包括把它做到甜品 有些人很喜欢吃甜品 可是他又很担心 产生罪恶感 或是造成身体的一些负担 那我现在未来 我希望我女儿 在做的部分是开发 你杏仁做的甜点跟很多的 融入生活的一些健康的东西 对 他这个辣子杏仁酱 跟这松露杏仁要怎么用 就是一般 配面 你直接用沙拉 拌沙拉吐司 拌面 都可以 对 一般很多都买来给他家的孩子 比如说大学 然后都寄给他 所以你只要米撒撒 你不要每天都吃泡面 那你只要吐司 因为小孩子都很喜欢吃面包吐司 或是水果 直接放在上面蘸酱 自己都很方便 我回去一定要试试看 你一定要试 谢谢我们的林营姓农事长 介绍他的同名 林营姓 从1939年到现在 从小小中药部到现在 有西班牙加州的农器的 这个契约的这个农场 杏仁源源不绝 到全国的一些专柜 让大家更了解 什么叫全天然的杏仁的产品 这个蛮重要 我自己也学了一课 谢谢我们的林营姓农事长 谢谢 谢谢今天来分享 可以喝到全健康的 然后全天然的 林营姓的杏仁的产品 谢谢董事长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